2009年8月9号 日本温泉传来轰然巨响 具有20年历史的金帅饭店 硬生情倒在浑浑的游中 据事震惊的这一幕 烙印在台湾人的脑海里 但在台东 还有许多人许多的故事值得被记录 巴巴风灾 在太马里河床上的点点滴滴 不该被你我遇忘 消防人员乘坐汽艇 正准备横渡湍急的太马里河 中间只靠着一条细细的绳索支撑 惊险的一幕就此上演 这一头支撑的绳索 抵不住强力水流的拉扯 硬生断裂 气体瞬间翻覆 转眼间救难人员消失在滚滚泥流当中 幸好后来被冲到岸边顺利获救 不过另一位队员当场被断绳打得劈开肉绽 稍早率先攀爬绳索到对岸的人员 也一度筋疲力尽四肢乏力 双手双脚掉在那晃啊晃的 溪水全拍打在他的身上 差一点也被洪水卷走 看了替他捏拔冷汗 由于溪流的对岸 目前还有数以千计的灾民 面临断粮危机 因此消防人员才会冒险 选择以抛绳方式运送物资 在奔腾恶水中与溪流拔河 如此不顾违线 全新救灾的精神 值得所有人为他们喝采 这次你要出现了 不要让我们这样子奔奔啊 你的手你的脚要撕心给我们看啊 我们已经这样子在找你了 你要让我们看到你的手脚啊 妈妈没有再吃饭 等你回来就要吃饭了 爸爸儿子来了 快点在哪里 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 我们把他带回家 快点 他们是亲人 他们是邻居 他们是朋友 泰玛丽西河床上 翻片每一块石头 每一边漂流木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找回来 带回家 因为他是部落中最英勇的武士 这里曾经是我的家 俯看一整条灰蒲蒲蒲的河床 他说这里就是嘉兰村 重新踏进村子里 这层是杂货店 这层是运动场 那么家呢 从小在这边长大 张婷心碎地说 现在只剩下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生日礼物还有卡片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就这样被流走 回忆都被冲走了 张婷坐在只剩下一面墙的亲戚家 和我分享着 这曾有的美丽 天真无邪的笑容中 带有那么一抹坚强 家没了 但只要家人们都在 一切就还有希望 太马里西下游居民 全面撤离 警销人员赶在洪水 还没有来临之前 冒险再度进入封锁线 挨家挨户进行确认 走 走 走 三姐来 妹妹 这里 快带妹妹 带妹妹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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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慢慢来 慢慢来 这一名胡老兮幼 带着简便的家当 狼狈逃离家园 但也有人急中往内冲 因为原本停泡在太马里西畔 抢救台九县的大型鸡菌 全困在里面 现在都不能进去了 不能进去了 这个乔治明已经发布了 不能进去了 是要烦闹 你可以冲一下吗 你不要打开手啊 整天冲都拿去 几台啊 20台 危难当头 却有居民不顾危险 仅最后一分一秒 抢救家当 大哥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把这个圣材机具给它搬走啊 不然大水来冲走怎么办 水利署巡水员 在13号晚间巡逻时 忽然发现太马里西上游 出现燕色湖 并且有一流倾向 由于当地刚刚经历 莫拉克的泛滥 河水改道 水流方向相当不稳定 因此无法预测洪水 将从哪里均洩 包含太马里 泰河 湘兰 金峰 嘉兰村等居民 全部撤离到高处避难 燕色湖最后在晚间 10点多溃滴 280万立方公尺的水 倾泻而下 让原本已经满目苍蝇的 太马里西沿岸 再添一道伤痕 灾民们领了睡袋 实际故作故卧 默默接受安排 孩子们早累坏了 因为刚才又扎扎实实 领降了一场震撼教育 我们外面有准备热水 如果小孩子要泡牛奶 还是你要吃泡面的话都可以 就在户姿一车车 临时加派运到体育馆 为了短短七天不到 被迫二度气首家园的灾民们 像现在在 他都做这么严重 就是怕是说 我发一反反应就说 你家里真的是没有的话 真的也是会心痛啊 孩子们不是愁滋味 但大人们的无奈 却深深刻在脸上 茫然望着前方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但如今能平安回家 却是最奢侈的口望 他曾经是第一批 泰玛里乡救出的灾民 现在选择重回灾区第一线 在烈日下与滚滚饿水搏斗 为的是西的另一端 还在受困的家人朋友 快点跟我们说你在哪里 你要回你最爱的家 姐姐次 她是失踪远景许金次的妻子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不停呼喊丈夫的名字 外手奋力开挖 为了只是家属感应到遗体 可能会埋在这儿 如此义不容辞 因为他们知道 这每一产都是家属希望 跟进的同事们 不眠不休带着警犬来回搜寻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全为了同事间的情和意 这些在台东的灾区英雄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你的奉献 我们不会忘记 你看 our 富 realizes 于达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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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